指控中国方面释放干扰弹 马克思政府打错了算盘 这回有好戏看了 明眼人都清楚菲律宾之所以在南海问题上如此肆无忌惮 无非是仗着美国这座靠山 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频频派遣军舰军机 亲闯黄岩岛人爱交 欧国对此并非没有发出警告 但显然马克思政府是置若网闻 近日菲律宾再次跳出来搅浑水 指控中国方面在黄岩岛上空投放干扰弹 根据菲律宾武装部队的说法 菲律宾空军一架NC212运输机 在中国南海黄岩岛上空巡逻时 遇到了中国空军两架军机的拦截 据称当时中国军机对菲律宾运输机实施了危险机动 并且在其航线前方投递了干扰弹 迫于无奈 菲律宾空军运输机最终不得不返回克拉克空军基地 目前菲律宾武装部队不仅对此事表达强烈谴责 还向菲律宾外交部及相关国家机构报告 然而至今中方还没有正式回应此事 但南部战区已经明确指出 菲律宾空军的NC212机型无视中方多次警告 执意非法闯入中国南海黄岩岛空域 严重干扰了中国的正常演讯活动 这一切你看啊 就是菲律宾倒打一耙的典故啊 黄岩岛的主权无可争议地归属于中国 菲律宾军机未经 我国允许擅自亲闯黄岩岛空域 中国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因此南部战区在第一时间依法进行了识别 查证还有跟踪监视 并依法警告驱离 这一行动完全合情合理 非方既无立场也无权利提出抗议 更何况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国也仅仅是投递了干扰单 并未采取更激烈的措施 可以说已经相当克制了 换句话说 如若我们直接选择了开火驱离 你菲律宾又能奈我何 理亏的是菲律宾可不是我们中国 菲律宾声称我们的行动很危险 无非是小马克思政府欲加之罪罢了 无论他们想接机倒打一耙 还是企图挑动地区紧张局势 以黄岩岛为借口做文章 总之他们的算盘是打错了 这次的驱离警告 应该让小马克思政府明白一个道理 中国的忍耐是真的有限度 中国并非好欺负 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 我们一向坚定立场 绝不退让 如若菲律宾继续在南海问题上 肆意妄为 制造事端 直迷不悟 好 那么下一次解放军的反制措施 就不是投放干扰 但这么简单了 我想到那个时候 真的有好戏看 还是奉劝菲律宾要审时度势 切莫搬起石头 砸你自己的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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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